新闻台就是因为中天监督政府非常用力 你现在告诉我说 讲一堆借口几比几 有任何意义吗 我只要问一句话 今天TVBS过去怎么样去批评陈水扁总统 陈水扁有把TVBS关掉吗 3D电视台过去怎么样批评马英九总统 请问马英九总统有把3D电视台关掉吗 我今天再怎么样讨厌你的言论 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言论的自由 遥控器是掌握在人民手上 凭什么苏贞昌NCC你要当人民的爸爸 去把这遥控器抢坏 连人民的爸爸都抢不了他小孩的遥控器 所以不要找那么多的借口 什么叫行政中立 NCC如果是行政中立 不会因为苏贞昌站出来骂说 我管不了你 谁都管不了你 结果NCC的主委张庭怡就请辞下台 被请辞下台 苏贞昌你好大的威风 你都可以干预NCC主委的人士 让他被请辞下台 现在告诉我说 你找的委员 你找的外省的人 有多少人觉得这个电视台有问题 新闻台有问题 新闻自由有没有被踩死 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最后我们看看中天新闻台 到底被关了没被关 不要害怕人民的声音 不要害怕监督 今天用这个借口去关了中天新闻台 明天就可以用别的借口去关其他的新闻台 后天就可以用更多的借口来去关人民的嘴巴 这就是今天苏贞昌跟NCC 真正把新闻黑手伸进我们的媒体 伸进言论自由 我们忍无可忍 所以才站出来 我们在这边要呼吁的是NCC 不要变成张希希 当你有行政干预 或者有高层 在旁边讲东讲西 你就受影响的这样的记录的时候 你要如何叫民众能够相信 你NCC可以独立公正的 来针对这些媒体的表现 或者它的这个营运 做出公正的材料 这是大家质疑的一个地方 因为过去包括苏贞昌院长在内 都有太多对NCC指指点点的事情 甚至NCC的前主委 都因为你的指点而主动请职下谈 国民党的两岸立场 我在全代会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 而且对外发表了一纸 一纸当前现阶段 国民党对两岸政策的一个立场跟说明 至于两岸的未来 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跟想法 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坚守中华民国宪法 反对台独 这就是我们目前最坚定的一个立场 那两岸的未来 也应该要尊重2300万人的一个看法 那更重要的是 以台湾人民的利益为优先 来考量两岸的一个未来 将近期许访问